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的这个基本的生活保障还是有的 还做什么菜吗 青菜 青菜是吧 好 有婚有素 然后我们之前已经准备了一些应急的东西 但这些都没有用得上 因为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 包括志愿者 能够保障我们的这个居家的一些生活必需品 为了不增加社区工作人员的负担 我们一次也是采买好几天的食材 你看我这冰箱里塞的也是满满当当的 鸡蛋 蔬菜 胡萝卜 说实话 由于采买的东西比较多 真的 那个社区人员也是在第一时间之内 按照我们群里的要求 把我们采买的东西 令到我们家 说实话真是特别幸福 你看每个都是满满当当的 那 有句俗话 家里有粮心里不慌 对吧 挺感谢这些社区工作人员 以及志愿者的心情付出的 十分感谢 其实居家隔离的日子 也不是那么想象中的无聊 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们的生活也没有被打乱 也很有规律 比方说像我家妻子 由于跟我一样是老师 所以的话每天坚持以临的备课 然后平时我们也会看一看书 下午喝一喝茶 我家妻子比较喜欢瑜伽 所以的话有时候也会每天 做半个小时的瑜伽活动 现在我家孩子正在 正在房间里学习 咱们现在这个开设的 有公共平台 就是公共平台上 有一些公共的课程 所以的话我家孩子 每天上午和下午 都会抽出一定的时间 来进行学习 当然在家里 这个只学习不运动也不行 所以的话他也会做一些 简单的力量型的锻炼了 做一些养无起作了 佛生了 他都有 来小猪打个招呼 好 同行 大那么多 咱们下午